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那我們首先從衛星圖上來看 目前這個摩羯颱風已經來到南海 逐漸潮溪移動 受到外圍水汽的影響 在東南部橫川半島今天不定時是有短暫鎮雨出現 不過其他地區大致還是多雲道勤高溫炎熱 那明天的高溫預估情況還是在普遍是33到35度 局部會來到36度 特別在北部地區有些沉降的影響 預估可能會來到37度以上 而且近中午前後紫外線也偏強 來到過量甚至危險等級 外出請務必留意 而降雨方面受到外圍環流的影響 在基隆北海岸大立北山區 東半部一直到橫川半島 不定時是有短暫鎮雨出現 而午後在南部地區及其他山區 也會有局部短暫雷鎮雨 不過午後的雨勢範圍較小也比較短暫 那最後提醒大家明天要留意高溫門熱 普遍33到36度局部會來到37度 外出務必做好防曬並多補充水分 而在降雨方面是迎風面地區的朋友 外出建議都還是要攜帶雨具備用 那受到強風的影響 新北至新竹恆春半島及金門是有較強震風 而今明兩天在東半部沿海也是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海邊活動的朋友請多加留意 以上資料由中央氣象書提供